冬天喝热饮大家都习惯盖着盖子来保温 不过最近呢关于热饮上的盖子问题却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有人说热饮盖子用的是六号塑料 预热之后呢会降解出致癌物质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普通的通用的塑料不足为奇 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呢 记者在南京多家饮品店发现 热饮上的塑料盖确实标注着阿拉伯数字6的符号 许多热饮还可以通过盖子直接饮用 带着盖子一块喝 就把这个打开就打开就可以喝 不仅普通饮品店如此像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品牌店的热饮 也套着六号塑料加工成的杯盖 按照最新说法这种六号塑料耐热性不高会降解出有毒物质 所以喝热饮最好不用盖子 可在生活中大家会这么做吗 像你一般喝热饮把盖子接掉喝吗 一般不会因为吸管也比较好 不会啊太忙完了呀 如果喝热的话应该会有影响嘛 就是很烫的话 因为接触的话肯定会有毒啊 打盖子是不是啊 对 那你会把它拿掉喝吗一般 喝热的我会 那么把这些塑料瓶盖放在热饮上 到底存不存在安全隐患呢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南京理工大学的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一起来探一探究竟 在高分子实验室里 实验人员对这些标注为六号塑料的杯盖进行了检测 通过红外光谱仪发现这种材质是聚本乙烯 在受热测试中它遇到八九十度会变形 两百度左右会融化 高分子材料学的教授解释 作为一种通用塑料 用聚本乙烯做瓶盖本身是安全的 但随着温度变化会由小分子物质降解出来 聚本乙烯比如说这个PS的这个杯盖 那么在温度高的情况下 那么它可能会产生降解 那么它降解的生存产物 那么就可能是本乙烯 首先它对环境是有害的 对吧 第二个就是说对人体 那么它可以引起 比如说我们在摄影师的时候 如果浓度高的 它可以引起偶托 更主要就是大家都关心 比如说它的滋起 以及这个致癌性 但由于热饮的温度有限 对于杯盖的降解程度 大家并不必过分担心 方便的话 揭开盖子引用就好 为了防微镀件 目前学界正在研究用 更新的材料 聚乳酸替代聚本乙烯 制作饮料瓶 聚乳酸本身没毒 包括它的降解产物 比如说像乳酸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的食品中 包括饮料中都存在 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毒性 那估计多久能够投入到 咱们这个市场上呢 已经在这个情况来看 这很快的 很快 感谢观看